郑州市京广派出路隧道 京广北路段、淮河路段和京广南路段 共三个路段救援基本管理材料 车辆拖移及人员搜救任务 和其五天的不懈努力 共从三处隧道内 拖移安置各类车辆247辆 令人痛心的是 现场排查发现一五名遇难者 其中五位男士、一位女士 我们向逝者表示沉痛哀悼 向他们的亲人致以诚挚的慰问 目前相关的上个工作正在进行